因為華為現在呢 也有跟車子合作 用鴻蒙的相關系統問介等等 那來看到賽利斯 現在他也蠻不錯的 漲幅大概超過23%左右 但網友調侃 哎呀 買手機送問介M7 也許車會賣得更好 因為真的很難買 這個手機買不到 那Mate60系列 跟賽利斯的汽車 還有華為 聯合設計了AITO問介 新的M7 他也出來了 然後他也是最近上市 跟華為手機差不多同期上市 包括空間設計 主被動安全 還有智能方面都有升級 也搭載他高階的智能的 駕駛的系統 還有智能座艙3.0 也有鴻蒙Always 手機啊 這個大陸網友說 可以在上面無縫的接軌 可以上車下車使用 都非常的滑順 所以這也是 剛剛亮哥不斷提醒的說 車子他其實呢 也是發揮了 萬物互聯的 其實未來 這個智能車也是 跟你家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可以操作 你家裡有改音器的所有裝置 家電 不只家電 可能有各式各樣的 比如監視器 對 那 這個我們 或者你可以先打開照明 看你家的狀況 你還沒有進你家 對不對 然後可能說 來我要回家了 那個幫我煮飯 那個掃地機器人 就是你可能都是用 用講的 聲音控制 用聲控 一開車就可以 對 很可能你的居家啦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大陸 有發展平安城市嘛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居家附近的街道 目前的狀況 是 那個立刻就可以把那個 監視的畫面 掉出來看 這個很多國家都有了啦 對 那我認為這個一定會被 整合進來啦 是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 你們家附近的狀況 那比如說你還沒回家嘛 那你搞不好看一下 哎呦 你們家附近有人家裡起火了 你知道吧 那你就會知道 對 就是 這個就接受到這個社會 被數據化的程度啦 那這個中國大陸 我覺得肯定會是 全世界做最好的之一啦 那問題就是說 它現在 有辦法讓你從手機 從車 然後有一個 一家公司 用它的 這個作業系統 讓你全部都連起來 對 這個別的國家 恐怕沒有吧 是是是 就是它 厲害的地方在這裡啦 因為我看蘋果 未來發展的方向 跟華為已經整個差開了 它可能是偏向是 做娛樂的界面 然後 去做Apple TV嘛 然後把各種娛樂啦 的訊息啦 生活的訊息 做一個整合 對 那那個 就沒有華為野心這麼大啦 對 華為這個野心實在大到嚇人啦 它甚至要進入各種產業 要讓各個產業還可以 通關它的大數據系統 去計算 怎樣做會更有效率這樣 是 所以呢 華為跟蘋果 亮哥一開始就破題了說 大家王者歸來 不只是手機的王者歸來 因為我們以前在討論 這個華為手機的時候 亮哥不斷提醒 華為哪是只是做手機 只是它錢袋子很多 那我們才會特別的著重在手機 但是華為不只是手機啦 還有呢 這些所有萬物互聯 該有的這些設備或技術 它都有 可是手機很重要 對手機很重要 因為你平常活動就只有拿著一個手機 是是是 對啊我們現在也是用手機 可以付款啦 等等很多資訊都在裡面了 好手機很重要 但華為不只是手機 好那這個未來華為 掌握了先機了 車子跟這個手機啦 介面啦等等的一起結合 就是華為的亮點 也是中國大陸的汽車的亮點 好那再來看到 這次回到MAT60 Pro的 這個相關亮點也被說 第一個 衛星通話我們說了 耐宣能力說也很好 防水能力 還有什麼下水 6公尺都可以 全焦段的影像也很清楚 方舟隱形 還有呢這個 零溪通信 這也很強 我可以知道說呢 我前面訊號不好 我就先把一些東西下載起來 或者是說呢 這個在電梯裡面啊 訊號不好啊 增強你的訊號等等 這個零溪通信 還有呢這個 通電也不錯 盤古人工聚能模型 也都是升級 所以呢 蘋果現在看起來 真的也受到很大挑戰 這裡面有一些蘋果沒有啦 說實在話 衛星電話就沒有了嘛 那人工智能模型 做到盤古這個階段也沒有啦 基本沒有啦 光這兩個就已經贏蘋果 因為蘋果沒有要 做到那個程度啦 說什麼做氣象預測 對對對 然後做那個 某個產業的預測 他沒有要做這個 蘋果可能更多的是 娛樂性質的啦 他可能會去接 更多娛樂的東西 讓你可以透過蘋果手機 去看 去上 比如說他本身可以變成 跟電視接啊 對 是沒錯 他可能更強調是這個部分 所以華為 我認為會變成全世界唯一的 這樣的公司啦 就他接了 未來科技世界的 所有的重要的介面 你要他做娛樂 他也是可以接 他不會把專長放在這裡 那蘋果大概就是公這一塊 就只有這一塊對不對 那華為不是這樣的 華為是把你的生活的資訊 然後我們這個社會的資訊 產業的資訊 統統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比較像是這樣的一個 那這個東西到底會發展出什麼 我坦白講我不知道 對 因為這都是走得很前面 我只會跟你講說 善於使用 盤古人工智能模型的人 那未來會是一個相當不可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人 對 那就是善用工具啦 我們有的時候說 你會這個科技呢 可能會有數位落差 如果你懂得用電 我們以前只知道 你會用電腦 比如說我舉我個人的例子 比如說我揣摩過搜尋很久了 那我的谷歌搜尋的功力 算是非常高 對 你很強 那我就可以在一分鐘內 告訴你 找到資料 告訴你所有的問題 那除非我谷歌找不到 對不對 那他這個盤古人工智能 是更不得了 對 他是告訴你一些科學的數據 而且都是經過算 都是經過計算 那這個東西已經 比我們那個Channel GPT 要更高 更高一層了 Channel GPT 只是一個人工自然語言 然後他幫你爬出 一段合理的一個段落嘛 他這個不是啊 他是幫你找出說 拼奏起來 那什麼樣大概是一個 合理的答案這樣 那如果你善用這個 那你的智商 恐怕大家就會誤以為 你智商大概超過160這樣 可能就可以跟亮哥的頭腦能夠比了 可是我們事實上是透過工具 對 才顯現這樣子 可是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因為亮哥我們知道 他呢在節目當中 你看他滑手機對不對 他是在找資料 他馬上就可以找出資料跟你 然後想說我這個補一下 這個東西數字是怎麼樣 我剛才看了一下 亮哥很會查資料 但是呢 如果說你未來也很會善用 這個盤古人工智能的模型的話 你也可以跟亮哥一樣 我會超過我 這個很厲害 好 那我要好好學一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目前為止 這次有助被渡成懷 不足有腳店 比賣寶寶寶寶寶了